文字的趣味就变得很像 文字的魔术是一样 创意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透过这样的文化底蕴 转换成一个产业 所谓的传统建筑里面的 所谓的人民爱物这样的一个概念 透过这种方式的转换 变成一个视觉设计舞会 创意的积累是来自于 所谓的文化的积累 让你后来从事设计的过程面 可以很容易表演出很多新的手法 我们立下志向 为台湾打造品牌 行销到全世界